什么叫做孤儿保单呢 当你的保单变成孤儿保单的时候 你的保险公司或者你的服务人员 能够帮你做什么呢 那永达保险经营公司呢 它的主力是在退休规划 那既然是退休规划的话呢 后续的服务就很长很久而且很重要 今天呢就邀请到永达保险经营公司 商会主管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们怎么做可以让客户呢很放心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永达保经总公司副总李嘉凡 我是永达保经总公司的总经理特助吴伯进 我是永达保经总公司客户服务部主管江国志 保单是长期的契约嘛 然后当原来的销售优员离职之后 也没有安排到后续接管服务的人 那这个情况保单就变成一个没有人服务的状态 所以保单就像孤儿一样没有人服务 所以我们才会称之套为孤儿保单 我们有一套系统让每个人每个客户都有所归属 我们公司呢在原来的优员终止合约之后 我们会寄这样的一封信 那这个信里面呢就是要告诉这个客户说 你放心 有这样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是我们会派一个业务员 最近的时间内会跟你联络 那他跟你联络的过程当中 他会跟你约时间 他会去拜访你 那请你安心的跟他联络 我们就是致力于要消除这样的状态 是 尽力在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 有关接续服务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让我们的目标 那当然是这样这是我们不断努力要做的事情 在接续服务的部分呢公司其实是有责任的 所以我们除了要投注大量的人力 公司有很多的优人力这样投入 另外呢财力 我刚刚说了我们两年大概就花了 每年都花四五百万六百万这样子 然后还有物力 我们总公司有一个 我客服部下面有五个专职的人力 每天就在处理这个接续的这一些行政的事务 这是我们总公司强大后勤的资源 以贵公司来讲 在这些年做这个接续服务的绩效如何 具体的有什么具体的成果可以跟我们分享 那第一个面向是提高了保单的继续率 因为我们有统计从实施这个接续服务专案的制度之后 年度的保单继续完全都高于实施制度之前 那第二个面向是提高了业务员的定着率 因为我们有统计观察到发现 有参加这个接续服务专案的业务人员 他们的定着率都高于没有参加专案的人 而且在这有参加专案的人当中 他们的定着率都高于90% 第三个面向是也提高了客户的满意度 因为从104年我们实施这个专案之后 我们其实陆续每一年都有在持续追踪观察 然后统计客户的服务满意度我们去调查 然后从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个三个指标来看的话 这三个指标的客户的满意度都高于90% 新人进来我们公司以后 我想他一定都会接收到一个讯息 我们要培养的是保险企业家 就是以企业家的精神来经营这个保险的事业 什么叫企业家的精神 当然是一种它是个人一种自发的主动的 积极的看重这个行业的价值 知道这个行业必须要持续的成长跟改变 自己要自我改变 保险从业人有一个信念就是 成为客户这一生中不可或缺的伙伴 这个要做好这件事情有点困难 因为关键在于客户也会成长 客户随着年龄经历他也会长大 所以我们幼主管的重点 他就不是只有努力跟用心 更重要他要持续的成长 所以我们提供一个平台 就是一个帮助同仁能够持续 学习成长的终身学习的一个平台 当一个同仁在我们这里 学习发展很好的时候 他如果想要有更大的拓展自己事业版图的时候 我们在对岸 在大陆我们有17个分公司 有45个网点 都可以让我们在台湾 我们GEO的主管们 他们可以自己申请选择 那我们公司会提供相对的补助 让他们除了在台湾发展的好 他们也可以在大陆去发展 他们拓展他们的事业版图 特祖你最年轻 你观察好 社会形成也适合在贵公司发展吗 应该说进贵公司 非常适合 因为其实现在公司的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 90后甚至00后 但是就很多23、24岁就进来的 有一些可能是公司的保二代 有些也真的是 可能听到我们公司的定位 他觉得适合他就进来 公司工作也很多 那国事副理社会形成也进入贵公司以后 他的客户成为孤儿保单的几率有比较高吗 我目前看到的其实是没有 今年4月份的时候 我们向经济部智慧产产局 有申请了一个专利 叫做保险经济业务整合管理系统 它的专利的名称是这个 这个系统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我们融合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一个授权顾问 他必须具备的能力 我们融合我们的需要成为 这些能力我们把它量化成57个数据 把它分成8个纸系统 然后融合在一个大系统 我们的每个主管 他们只要每天花5分钟 把他的这个 这个 这些 现在我们的项目 有一些 我们的项目 我们我们的材料